外面拿出來的子彈頭 大約有僧靈尾牆 夜邊三次 醫生說通常情況下 被子彈擊中頭部 傷害機率是幾千份之一 兩顆子彈被開了病人大腦的主要血管 也沒有傷到腦幹 是不幸中的難行 病人的手術順利已經出院 保鮮電視記者 謝謝 謝謝